那就是說中國往台灣逼近一步 我認為美國也會往台灣接近一步 就是想要用國家的力量 創造出一個中國版的系統 反正集中力量辦大事 過去的很多重要產業發展 中共都是依照同樣的模式 我們台灣的這個連戰的系統裡頭 看到的正常的標誌跟老美是一樣 中間很有意思是他有提到說 這些官兵裡面有一些懂中文 所以他早就已經有所準備 這個中國經濟下行是不是已經落底了 是不是現在進場去買A股 或者說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好時機 中國金融的問題 債務的問題 根本還是剛開始而已 那美國會出售給他 其實同樣也是告訴日本 你要承擔重責大任 未來如果這個台海有事的時候 你不只扮演頓的角色 恐怕毛的部分你也要擔負其次任 新聞大破解 破壞大新聞大家好 今天4月3號在台灣發生了規模7.2地震 余震連連大家也相當的關心 那麼在前一天2號 拜登和中共黨魁通話 米方關切警告了許多議題 也特別重申台灣海峽和平的重要 中共有口說經濟要對外開放 卻持續地向左推集中化經濟 那外資撤離中國的最後窗口 還剩多少時間 中國的經濟衰退情況之下 中共大舉印鈔票如果採用 所謂的QE貨幣寬鬆 能不能解決緩解經濟癌症通貨緊縮 或者更可能進入惡性的通貨膨脹 傳出中共打算要修改保險法 保險業是否將要爆雷破產 而背後是否意味著整個金融體系風險 將爆發呢 4月中旬起北約75週年 台灣關係法45週年 台灣美國的海軍有可能恢復重啟中斷 40年的聯合軍演 那美國的華府重磅的峰會接連 那美日安保條約的大升級 在國際風風相連之下呢 是否距離失職的印太北約還有多遠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凡家中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軍事專家吳明杰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歡迎兩位 中共黨會和總理 一再大推所謂的薪質生產力 要拉抬經濟跟產業 並且聲稱要開放吸引外資 不過中華民國政府的大陸委員會警告呢 主要是因應美中科技站在新能源 新材料等領域啊 想要打破美日主導的供應鏈 中共有可能會迫使台商選邊站 那外商呢 可能也會有些擔心了 所以我請教老師你怎麼看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薪質生產力這個詞 最近被廣泛的討論非常熱絡 那這個聽起來好像這個薪質生產力 是中共當局又創造出一個新的名詞 其實在西方的這個很多經濟學家 經濟學專家都研究過去中共 這個經濟發展的模式 發現一個特色就是說 過去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投入的增加 就是資本主要是大量的外資 還有就是人力的投入 中國大量的勞力的投入 便宜的勞動力的投入 去促進了這個經濟成長 為主要的動力 那麼可是呢 技術突破這一塊呢 就相對貢獻是比較少的 那麼而且呢 大多數過去的技術的貢獻 主要是來自於 譬如說西方的科技的移植 那以及呢 是靠偷切這種不正常的手段 得到了一些技術的創新 那麼這個 所以事實上 從過去這樣的一個反省裡面看到 可能他們希望說 是不是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可以以技術跟創新 為導向的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紀元給開創出來 他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如果你去看過去 那我們實際上 我們看過去 這個具有革命性的創新 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 其實都是在美國發生的 講得更明確一點 都是在細谷發生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技術創新呢 相對於人力跟資本的投入 是更重要的 而且是更能夠導向 長期經濟發展的 這個動力的來源 主要是因為你資本跟人力 你再怎麼投入也是有限的 可是技術創新無限 譬如說摩爾定律 是可以長期的技術創新 可以導致經濟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理論 那麼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再回頭來看 這個中共提出來的 這個新制發展力是什麼概念 其實從它過去大躍進的 這個發展的模式來理解 就是想要用國家的力量 創造出一個中國版的矽谷 就舉國之力 舉國之力 就是說反正集中力量半大事 過去的很多重要產業發展 中共都是依照同樣的模式 那它就希望說過去的模式 要更深化 這個大躍進的要更進一步 不只是創造出一個產業 兩個產業 它是要創造出一個 一個矽谷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一個技術創新 一個技術導向的這樣的一個 像一個hub 像一個核心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推動各種新的產業來發展 這是它提出的一個概念 可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方向 這個理想 聽起來很美好 但實際上它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去看 這也不是中共集中力量半大事 搞大躍進的產業發展模式的第一次 過去有很多次 包括太陽能 包括面板 包括進來的晶片 還有電動車 我們都看到 就是中共同樣的模式 一直在複製這樣的一個 那晶片也是大浪圍 是的 沒有錯 都被貪污掉了 對 那這不但造成重要大量的浪費 而且導致這個產能不斷的擴充 導致國外的貿易關係的緊張 等等的問題之外 其實最主要是它根本不工作 它沒有創造出任何一個 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技術的一個產業 譬如說在中國過去的 這樣的一個各種產業的這種 大躍進來發展模式 我們就沒有看到Amazon Google Apple這種 真的具有改變人類生活的 這種創新的技術創造出來 那以及就是說 能夠徹底改變人類消費習慣 這種產品或服務出來 都沒有在中國發生 可見這一套 真的要用這個模式 要複製一個細骨在中國 產生扮演技術創新的 這種火車頭的角色 其實是非常圓木球魚的 它那個環境可能制度 對人的思想跟創新 就是很大的意志 是 就是說事實上創新跟技術 永遠是在自由的土壤裡面 才會出現的 就是說 這個讓我想起來 最近在中國很紅的一個台灣電影 叫周楚出山海 就是說周楚呢 事實上從我的角度來講 他是一個偽人 為什麼是一個偽人 因為他消滅了第一個跟第二個禍害之後 他突然還得知自己才是最大的禍害 而這種對自己的這個是一個禍害的認知 其實是偽人才能辦得到的事情 一般這個能力很強的人 或者是技術很高的人 他們都認為自己最了不起 全世界最厲害的就是我 他不會有這種自我反省的這個能力的 事實上呢 我們去看這個 為什麼這個電影在中國這麼紅 原因是因為這反映了中國民眾的一種心聲 這心聲是什麼呢 最大的禍害是誰 大家都不敢講 可是大家心裡都知道是中共當局 所以中共當局呢 這個本身才是造成中國各種問題 破壞的最重要根源 是 那我幫請問一下 現在為什麼那個陸委會會警告說 可能會被破選邊站 你覺得中共想這麼做 他現在在拉一些外商 一方面禁止AMD的晶片 一方面又跟AMD說我們來合作 他想要幹嘛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提出新生產力呢 很可能是中共當局意識到 這個脫鉤是不可避免的 那內循環必須要重新建立起來 也就是說他以後呢 如果內循環的這個結構要完善的話 他不能只是在資源的配置上 做成內循環而已 他也希望能夠建造出一個 創新跟技術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就是內循環裡面 必要的一個循環的一個節點 那麼換句話說其實這個中共提出 這個新生產力的概念很可能是 他已經意識到了要準備好 要進一步的中美脫鉤 進一步的全世界要走向一個 雙循環的經濟模式來做準備 所以某某程度上他可能就是說 這個內循環的環境不行 所以他先把外商跟科技等等的 想辦法兩岸共同發展什麼的 把它拉進來 然後能夠再搞一波 看能夠搞多少 然後也許但之後可能就會取代他們了 所以您覺得說外資 因為您之前有跟我聊到說 外資撤離中國的窗口時間還有多少 從這個信號來看 您認為還有多久 如果內循環這個結構繼續發展 然後中美脫鉤繼續進行的話 最後任何一個廠商在這個雙循環的 這個結構下必須要選邊站 因為這雙循環的中間會有 越來越多的壁壘會建立起來 越來越多的壁壘會建立起來 換句話說 你要嘛在某一個循環裡面去交易 去做貿易 去提供服務 那你就不能夠跨循環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越來這個 從這個越來越脫鉤的這種形式 繼續發展下去的這種態勢來看 這個窗口是越來越窄 而這個時間點是真的是大家要非常關注跟小心的 所以中共好像也在做這方面準備 你看它一方面跟外資說 我要歡迎你們 我會對你們什麼制度性開放 但同時對反間諜法 二二三條相關東西它持續推進 而且毫不鬆口 就讓人感覺錯亂 事實上它就是希望你進來 然後就把你關在裡面 是 是這個樣子 就讓你跑不掉 是 是 是 你覺得要割一塊就是 進來了就割給我了 意思就是這樣 是 是 是 因為技術copy之後它就得到就得到了 是 所以這個這樣的態勢 繼續發展下去的確是非常值得 現在還大量的留在中國生產 跟這個生活的台商 還有台商相關的家人 所以需要警惕的一個方向 好 我們今天還是得要談一談 美日安保 不過我們今天是邀請到軍事專家 吳明姐來為大家從軍事操作面來談 為什麼 你看 拜登跟中共哪會才剛通過電話 大家就猜測 這時候通電話後面有連串的峰會 是要緩和關係 還是準備要出大招之前的一個緩和設護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很特別 4月4號是北約的75週年 4月10號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的45週年 就選在這同一天是美日的重磅峰會 要升級美日安保條約 那麼日本菲律賓 所以又和美英澳二戰之後的第一個軍事三國同盟 形成一個五 可能會形成一個五國的安全合作 那接下來呢 在今年的華府 在夏天至少有美日安峰會 那後續還有北約75週年的32國峰會 重點之一都是嚇阻戰爭 所以我幫我請教 吳老師您覺得說 延續前面我們幾集的討論 就說從軍事操作面來看 您覺得我們離這個印太北約這種 就大家都在做準備 現在是不是越來越近 你可能看到了下一步可能會是什麼 對 我看到整個戰略格局 那確實整個印太北約的這個輪廓出行 其實已經出現 那我們觀察過去 其實不過幾年的時間非常短 那當然過去美方著重這種所謂的雙邊關係 譬如說強化這個美日 美韓 或者是美澳 甚至美菲的關係 但是你看雙邊關係一步一步構築起來之後 接下來下一層上面跌上去的就是多邊關係 那多邊關係其實從先前 本來美日英澳 Quote這個釋放安全對話 那到後來最新的 也不算新 已經兩年AUKUS 這個澳英美三方的 算是軍事的一個盟友的關係 接下來你看到去年開始 其實大概只有花了半年的時間 那美日 美韓 中間美國斡旋 馬上把美日韓三方也整個串聯起來 那去年年中之後到現在 大概也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先這個美菲強化雙方的這個軍事合作關係 接下來四月 那當然下個月我們看到華府 這個不只是日本首相安庭文雄要訪問 連這個菲律賓 這個小馬克思總統也要訪問華府 而且同時要舉行這個美日菲三方的 這個元首高峰會 等於整個美日菲三方的一個 軍事合作緊密的關係 夥伴關係 又把它強化起來 所以你看個別 如果以整個印太的地圖來看 整個譬如說 從印度洋到南海這個美日印澳 然後其實原本就有 這個五眼聯盟的關係 美英加紐澳 那這樣的一個情報分享的關係 就非常的緊密 後來接下來 AUKUS又出現 那往北推就看到 這個東北亞整個美日韓 那現在整個東南亞 甚至連結這個東北亞 就把它串起來 那就是這一個美日菲 所以整個你可以看這些國家 其實周邊的一步一步的構築起來 我認為整個印太北約的 這樣的一個雛形 其實已經儼然出現 那未來這些不管是雙邊多邊 四方這個或者是五國 那加進來之後 可能中間還有一個連接點 就是你看英國也非常重視 印太的這個安全 所以英國幾次不管是這個AUKUS 也在裡面 現在包含像美日菲 那近期馬上就要在南海舉行一個 這一個反潛聯合操演 也是首次 不只美日菲 現在還加上澳洲跟英國 那所以英國未來 也會在這個地方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國也是北約的成員 當然美國也是 那如果加入的話 等於說整個印太北約 未來甚至都可以連結到 整個歐陸的這一個北約32國 所以這樣的整個 集體安全的一個構想 全部把它實現之後 其實最重要 當然就是因應中國的威脅 那用這樣的一個國際盟邦的合作 共同來這一個對抗 甚至抵制中國對外的 這個擴張的動作 那看起來就是說 因為就是說 美日安保看起來這一次 因為在那六十四年大升級 而且美方今天一直強調 跟日方強調說 美日安保是地方安全 區域安全的基石 那時候還說 之前還跟澳洲等等 說要推整區域安全一體化 都讓人想像 忘請教 美日安保這次升級 從軍事操作面來說 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似乎是好像現在接下來 就自己好像仲教一張牌 對 這一次為什麼日美形容說 是六十四年來 最大的一次更新 那中間涉及到 其實最敏感的 就是指揮權的問題 那過去當然 像美韓是這一個 有共同防疫協定 美飛也有共同防疫協定 但美日是用安保的方式來呈現 那它的一個 合作的緊密程度 其實過往來講 並不弱這一個美韓 那特別是我們光看 其實軍事上 你去看一個單位 就是它的一個編制 它的位階 你就知道說它的重要性 譬如說 美國駐韓司令 一樣是四星上將 印太司令也是四星上將 但是駐日美軍司令 是三星中將 那過去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過去的美日的聯合 我們看到其實已經有 非常多的聯合軍演 不過它的一個主導部門 都是手握在這個 印太司令的手中 那現在有駐日美軍司令 它過去中將的邊缺 它主要是因應 這個駐日美軍 內部的行政事務 它不管這些指揮作戰 那這一次傳出說 這個接下來安保要修訂 可能這一個 美國會改派四星上將 那作為這個駐日美軍 扮演的角色 等於說把它位階提升 第二個為什麼要位階提升 也不會讓它沒事做 就是表示指揮權的部分 雙方可能會觸及 而指揮權主要是 部隊在作戰的指揮跟管制 你部隊要如何協調溝通 要如何這個命令 這個中間就有軍令的問題 那美日軍事上面合作有別的過去 因為美韓就是因為 這個共同防疫協定的關係 其實美韓的聯合軍演 都是美軍手握指揮權 那日本比較特殊 日本基本上來講 它如果參加聯合軍演 其實跟美軍之間 是一個協調關係 平起平坐的關係 所以過去其實我們也談過說 在環太平洋軍演 其實美國過去就曾經測試 讓這個日本智慧隊 不管是先磨練 副指揮官的職務 整個譬如說率領十幾個國家的 海上聯合軍演 甚至我印象中 還有讓他擔任指揮官 直接指揮盟軍 所以這些過去都有累積 相關的默契跟經驗 現在是正式的 把這一個編制 把這個正式化 那這雙方未來 可能會有一個溝通協調機制 就是日本要成立統合司令部 其實這動作也非常明顯 就是為了因應這樣的準備 好那未來 如果雙方的指揮管制權 因為這涉及主權 那雙方會合作到什麼程度 這會涉及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聯合軍演的目的 最後背後就是為了聯合作戰 那聯合作戰 那目的就是為了對抗中國 如果未來他的指揮架構 有調整的情況之下 那日本過去扮演盾 其實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美軍有事 他是在背後支援他的角色 所以叫做盾的角色 那未來他非常有可能 透過這樣的一個指揮鏈的重整 未來雙方可能都會扮演毛的角色 變成雙毛 這雙箭頭的方式 那在因應整個中國的威脅 那過去其實日本內部 因為非戰憲法的第九條的限制 不能成立陸海空軍 那還有包含像這個必須要放棄 這個國際事務的這個參戰權 所以對他有很多限制 但是你看近十年來 這一個自民黨政府已經 逐步的不斷的在掙脫這個枷鎖 慢慢一步一步修改 從2016年這個新安保法 甚至像當時他們的這一個 日本萬一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自衛隊可以出動 或者是動用到所謂的 跟美國的集體智慧權 有三種情況 一個是叫重要影響事態 另外一個是存亡危機事態 第三個是武力攻擊事態 所以武力攻擊事態不用講 就是日本本身遭到這個襲擊 他當然要這個自我防衛 但是第二種比較特殊的就是 存亡危機事態 存亡危機事態就是 跟日本有關係的密切他國 遭到攻擊 那這個大家一想就有沒有可能 過去他當然譬如說 用這樣的安保形式來呈現是說 那美國如果遭到攻擊 他也可以出兵協助 但現在更迫切的是 當然也擔心說 如果萬一台灣遭到中國攻擊 日本是不是也能夠出動自衛隊 那所以逐步在鬆綁這個部分 那未來整個透過美國的這個平台 我認為可能會進一步的提升 從聯合軍演到未來可能 具備聯合作戰的型態 所以日本為什麼買了 400枚的戰斧巡域飛彈 我們知道戰斧巡域飛彈 不管是打擊地面目標 甚至他現在可以反艦 都是攻勢作戰的利器 那美國會出售給他 其實同樣也是告訴日本 你要承擔重責大任 未來如果這個台海有事的時候 你不只扮演頓的角色 恐怕毛的部分 你也要擔負起責任 而且因為我們知道 奧英美齊之前就被期待 是一個毛的角色了 所以在美洋一樣雙毛 那美日韓也可能 未來會有新的變化 所以看起來 好像變成一種動態的情況 這個毛是可以隨時組合的 然後後面還有可能會連結北約 可能就變 前面當前線變成 角色從頓變成毛的時候 後面就隨時要變成 從頓變的毛的時候 後面可能北約 或其他的盟友國家 可能就瞬間過來組成一個盾 好像變成一個動態的陣型 其實我們在位在第一島鏈 不管是日本 台灣 菲律賓 因為在第一線 其實你沒有所謂的 毛或盾的角色 你被 如果今天萬一遭受到攻擊 或威脅的時候 其實你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 防禦跟攻擊的界線 其實已經非常的少 譬如說像近期 這個攻擊不斷地擾台 他在騷擾你 近親你的時候 其實你出手防衛 對他來講也可能視為是攻擊 所以這個其實攻防的角色 已經非常的模糊 所以最好的防衛 對日本來講 他為什麼也願意買 400枚的戰斧學衣飛彈 很重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他透過這樣的動作 第一個 可以讓戰爭最好不要發生 用嚇阻的方式 但是萬一對方出手的話 他也有能力可以進行反擊 聽說現在在討論說 要增加什麼極因素飛彈 當你出手的時候 我就趕快攔截 還有源頭打擊 讓你盡量減少我這邊的傷亡 好的 我們休息一下 晚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貨寫 中國經濟的問題難解 有經濟專家 中國的專家 投書大陸的媒體說 當局開錯了藥方 仍在以防止 房地產泡沫跟防止通貨膨脹的 舊觀念在推出政策 他們認為問題不在通貨膨脹 就像感冒 問題在通貨緊縮 像經濟癌症 應該學美國日本的做法 全面轉向QE貨幣寬鬆政策 但之前也有西方研究機構認為說 中共它如果用貨幣寬鬆 就用大刺激的話 說不定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 那香港媒體3月也報導說 中共黨媒 中共黨魁去年10月份 要求央行要購買國債 這被猜測要形同央行印鈔票去買國債 這讓人感覺像是無毛印鈔票 讓人猜測大陸版的QE 中共版的QE貨幣寬鬆是否要來了 而且三中全會傳出有可能在6月份要開了 所以我請教老師你怎麼解讀這個事情 它到底真的會有可能會做QE嗎 是 這件事情其實聽起來是一個小新聞 但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從去年到現在 習近平指示之後到現在 人行有沒有去大量的 按照國家主席的指示去買大量的國債呢 其實並沒有 但是卻買了大量的地方債 這個地方債就是過去 由於這個地方債務的問題 所發行的大概9萬多億的 對不對 9萬多億的 就是9萬多兆 9兆多的這個債券 事實上是由各地的金融機構 把它消化 把它購買下來的 但是央行又透過這個抵押的方式 又把又大量的購入了從這些金融機構 又購入了這些債券 換句話說就是把地方債務的風險 透過了金融機構承擔 最後又由央行來承擔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當然就是割韭菜 因為央行你說最後是由來 誰來負責這樣的一個風險 跟誰來承擔這樣的一個後果 當然就是全民的老百姓 那麼這個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QE原則上是一個 這個近二三十年來 美國政府所發明的一個 新的一個貨幣政策的工具 主要是因為在這個金融 比較嚴峻的這種 recession發生的時候 一般傳統的貨幣工具就不夠用 因為你把利率降到零的時候 這個可能貨幣攻擊就不能再增加了 那麼如果還要想要在金融的環境裡面 注入更多的這個資金的話 就得要新的工具 那這新的工具就叫做QE 那QE主要是由透過 譬如說美國的FED 或者說各地的央行 各國家的央行 去購買長期的政府債券 或者是購買所謂的這個NBS 也就是不動產抵押證券 貸款證券這樣的一個金融的商品 進一步能夠在貨幣是 這個利率是零的情況下 投入更多的貨幣工具 這是主要的這個工具的目的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在 在日本的泡沫經濟的時候 在2000年的時候 然後也在2008年 2009年 美國全球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 有採用這樣的工具 2000年疫情發生的時候 美國政府的FED 也有採用這樣的工具 那我們就發現說 它的確產生了很巨大的效果 譬如說增加了這個貨幣工具 非常巨額的貨幣工具到市場上去 那就使得這個銀行體系 金融體系在危機的時候 它流動性不至於出問題 那保全的這個銀行的這種 這種降低的銀行的風險 暫時性的一個緩衝 是 是 是 就是說這樣的工具 其實不是這個傳統 或者說常用的這種 常規性的一種貨幣工具 那可能傷害經濟 對 因為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 我們傷害是看得出來的 譬如說我們過去這兩年 美國的這個通貨膨脹 就是因為大量貨幣工具 造成了一個結果 當然跟這個QE 這個量 這個額度非常大 是有直接關係的 那麼這個 所以呢 這個 可是我們看 這個中國政府 現在需要用QE嗎 那我們知道 就是說中國政府還沒有到 這個傳統貨幣工具 完全沒有空間的這個時候 因為它的利率還沒有到零 那傳統的貨幣工具 就是譬如說降利率 或者說降準 就是準備率這樣的一個工具 事實上都還游刃有餘 都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用 那所以說這個 有沒有到這個QE 需要用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還並沒有 所以為什麼 那接下來就回到說 為什麼要指示說 要用大量政府來購買 政府公債這樣的一個指示 我的理解是 很可能是宣誓性的意義 是大於實質意義的 那麼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說實際上它的確 這個人行在過去是有大量購債的行為 資產負債表也是從 的確是從大概40億增加到45億左右 大概是 對不起40兆到45兆 大概是增加了過去大概半年 增加了5兆左右 這樣的一個資產負債表 那這裡面你如果看主要成分的話 的確是地方債占了很大的部分 那麼換句話說 它其實不是想 目的不是想要透過QE去發行貨幣 而是想要用政府的信用去承擔地方政府的債務的問題 債務的風險 那麼地方政府的債務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呢 原因是因為地方這種債務實在額度太大了 所以它不可能在短時間的消化掉 所以它用了一個方法 其實也就是現在中國 中共黨局現在在處理各種債務問題的方法 就是用新債去換舊債 那新債換舊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舊的債實在太多了 那我要處理我要消化掉消化不了 那我就再借更多的錢去還利息 然後使得我原來的債的壓力可以暫緩 也就是說債不用急著還慢慢再還 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就是說避免暫時的危機 但是真正債務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那我們發現說其實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很多人就 我們最近有聽到很多很多業界的聲音 還有這個甚至於這個 國外的金融界的聲音 就在懷疑說這個中國經濟下行 是不是已經落底了 中國的這種金融風險 是不是已經暫緩了等等等等 是不是現在進場去買A股 或者說投資中國房地產的一個好時機 我們發現這樣的聲音非常的多 但是你如果從目前整個金融的狀態 譬如說這個大量的用 所新債去換舊債這樣的一種做法 還在不斷持續大量的進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說 中國金融的問題 債務的問題 根本還是剛開始而已 根本沒有獲得解決 所以這個要講到落底 我一直在強調說 中國經濟或是金融問題要落底 還非常的遙遠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現在就想要用這樣的 營造一個這樣的假象或是一個表象 讓外資或是民間資金 看能不能換出一點信心 你說騙的也好或是信心也好 就需要你把錢 把血再輸進來給它輸血 是的沒有錯 就是說他透過這樣的宣誓 就是一種信心喊話 當然我們知道處理各種 總體經濟的問題 信心喊話跟各種所謂的 央行的這個 Full guidance 或者是像這種 政府各種救火的行為 都是一種就是說 我已經 局勢已經穩定了 然後大家去改變 未來的預期心理 能夠提振信心 因為預期心理在這個 總體經濟的運作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當你這個實質的問題 解決不了的時候 透過信心喊話 透過改變預期心理 就變成你唯一的一個 可以去執行的工具 但是你又拿不出什麼辦法 然後看時機的話 反而會讓很多人感覺到 承諾疲勞 或者反而對你的 自己的這種信譽 可能反而是更深的打擊了 事實上沒有錯 我們處處也看得出來 中共目前處理 各種問題的辦法 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現在想要吸引外資 請外資來參觀 擺出一部友好的知識 可是你同時呢 又有各式各樣的 政府強力的 這種改變遊戲規則 強力的監管 強力的這種介入 民間的經濟交易 各種行為的這樣的做法 這對外商來講 看在眼裡是含在心裡 因為這種破壞遊戲規則 不知道這個政治風險 有多巨大的 這樣子一種恐懼的 事實上才是 最後會影響外資 做決定的原因 然後剛剛提到說 其實中共還有一些貨幣工具 好像沒有拿出來用 大家就懷疑它是不能用 還是它已經就是 太多的問題掩蓋 它根本沒辦法用 也不敢用 那外人看不出來 是 事實上你看到 中國 中共當局 目前過去兩年 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 雖然有一些寬鬆的動作 可是額度都不大 規模都不大 所以稱不上是真正的貨幣寬鬆 是 是 並不像 譬如說像這個QE 美國的QE在做的時候 它直接把央行資本負債表 Double 這麼大規模的貨幣工具的政策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中共當局最現在最擔心的問題 並不是銀行流動性問題 而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 就是說它要穩住人民幣匯率 如果它要穩住人民幣匯率 因為人民幣匯率一旦大幅的匯率的話 就會使得國際的市場會對人民幣失去信心 這會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就是資金會外逃 就是在中國資金會大量的外逃 這是中共不願意見到的一個風險 所以呢 但是如果說它透過大量的寬鬆政策 貨幣寬鬆的政策 事實上大量的貨幣供給的話 會使得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會增加 所以它就不希望這個壓力會增加 但是通縮的問題 事實上是比通膨的問題更難處理的 因為通膨的問題 其實就只有兩個部分 要嘛就是供給面造成的通膨 要嘛就是需求面 比如緊急太熱造成的通膨 那這都有有效的 這個工具可以去處理 那麼過去兩年我們發現 美國的FED就處理得很好 那這個美國通膨順利的可以下降 可是通縮的問題 是沒有有效的 這個工具可以去解決的 就像我上次提到的說 中國現在不斷地增加貨幣供給 事實上有流動性現金的問題 你也沒有辦法達到刺激實體經濟的目標 所以就是說通縮的問題 才是目前的心頭的大患 好吧繼續來看到 接下來下一周的美國一系列的峰會 這次很重要的看點是 台灣跟美國的海軍合作 因為中華民國海軍司令 正要訪問美國 而且要會見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那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前海軍作戰部的主任 退役少將蒙哥馬利解讀 他認為台灣跟美國的海軍呢 有可能會重啟 恢復已經中斷40年以上的聯合軍事演習 而且台美雙邊的武裝部隊 所有部門的聯合計劃 或者說是演習 會持續地發展跟擴大 就是夥伴關係會越來越公開 這方請教明知大家給你怎麼看 因為美方主導見證說 島鏈聯合防衛 那台美軍士走向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跟您覺得可不可以走到哪一步 我先談第一個 剛剛畫面上看到說 現在現任海軍司令唐華 這次赴夏威夷 去參加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的交接典禮 這個事情 其實這不算新聞 為什麼幾年前 其實前一任的太平洋司令 交接的時候 印象中當時的參謀總長李啟銘也有趣 那到後來海軍司令黃曙光 都有到夏威夷 其實在早期只是沒有公開 我們知道過去歷任的海軍 或陸戰隊的司令 其實這一個祕訪夏威夷 其實頻率是非常高的 那當然主要是說海軍 跟這個印太司令之間 因為印太司令他主要像珍珠港 就是太平洋艦隊所在處 所以到那個地方 雙方不只是高層的互訪互動 其實某個程度 都是在這個軍事的經驗交流 那當然其實這些私底下本來 就存在的這些經驗 都持續在進行 只是近年來 其實老美已經不在意 就是說把它公開化 常態化 那正常化 那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做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也傳出說 未來有沒有可能重啟 這個海軍的聯合演習 那這個部分當然 目前來講 我覺得要隨著政治情勢 來做這個觀察 那當然未來不是不可能 主要是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什麼時間 或哪個情境 其實台美之間海空軍 甚至陸軍其實過去早期 這個美軍協防台灣的期間駐台 台美之間本來就有非常頻繁的 這個聯合操演 每年都有陸海空都有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國軍 每年的這些例行操演 那不管是像這個反潛的海沙操演 等等都是從當年台美聯合軍演 所遺留下來的 那我的了解過去 曾經都聽過就是比較早期 譬如說現在可能一些這個 三星的上將 他們這個退役的這些 包含像剛才講的李喜明 他們早年還是年輕 這個潛艦軍官的時候 都曾經參加過台美聯合的 反潛操演 他們都還有經驗 那現在的漢光演習 其實本來就是 這雙方斷交之後 其實後來美方留下來的 這些教練跟雛行 都持續依照這樣在做 而且他們都派教官來 所以其實雙方如果今天未來 要進行所謂的聯合軍演 當然還是有一些先決條件 但是並不是完全陌生或困難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其實美方 也在鋪陳一些條件 過去不只是說對台軍售 軍售我們知道台灣 使用非常多的美系武器裝備 那中間這一個通信系統 其實雙方是可以夠連的 不管你是像Link-16空軍的 或者是這一個未來 可能或者就算獲得Link-22 這些武器裝備本身 也都可以夠連 那另外戰場的這一個圖像 其實早就更新 我們台灣的這個聯戰的這個系統裡頭 看到的正常的標誌 跟老美是一樣 其實這個部分早就在做準備 但是現在就是說 國軍在橫傘指揮所裡頭 這一套聯戰的指揮體系 那還沒有完全整個 跟這個印太司令部來開通或夠連 但是早就硬體都準備好 第二個就是說你能通才能連 那一個我覺得條件就是說 我還看到前幾天 剛剛你講的那篇有關 冰海作戰團 然後華盛頓郵報去做一個深度採訪 他跑到夏威夷的基地看 MLR怎麼樣做訓練 中間當然談到說 他MLR不是傳統的 這種兩棲大規模的登陸作戰 他是要用小部隊 隱蔽掩護的方式 散在這一個 他也周邊的這些小島 他的目的任務是要用 坐於第一線的這個勤收 那把這一個 譬如說敵軍的艦艇 或者是說他的這些兵力的位置 然後透過美軍自己的連路系統 那傳輸給後方來進行 聯合火力的打擊 譬如說傳輸給這個B-1B轟炸機 他在用這一個空中的方式 遠距之外這個發射 不管是這個JASM 1R 或者是這個反艦飛彈LISM 那他的目的就是說 做這一個目標的 這個定位勤收導引 那主要原因是擔心說 作戰的時候 不管是共軍用電戰干擾的方式 甚至癱瘓美軍的衛星 過去他們都有這樣的模擬跟設定 但是你還是有其他的通訊方法 可以傳輸這樣的一個敵前的目標 給後方來進行打擊 那中間很有意思是 他有提到說 這些官兵裡面有一些懂中文 所以他早就已經有所準備 因為美軍投入戰區 他打哪一場戰 他就做那一方面的準備 過去他打阿富汗戰爭 我們曾經到太平洋的 夏威夷的這個基地去看 他就做一個模擬 這個阿富汗的一個村莊 那同時像很多的口譯人員 這些都是準備好的 所以他現在會講中文 交響底是誰 其實也這一個 大家都不用猜了 那這個部分準備好 同樣的台灣的部分 我認為比較麻煩的是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 雙方部隊的溝通協調 語言上面的問題 是不是也準備好 那台灣的國軍 當然也有一些 具備外語專長的人 但我覺得人才恐怕都還不夠多 如果要聯合作戰 陸海空三軍其實都有 這些部分就會有必要進一步來做準備 除此之外整個演習 就是說不管你紙上怎麼兵推 如果你沒有實際演練走位 實際演一次 這一個雙方到底中間溝通協調 會出什麼問題 這都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過去環太平洋軍演 這個十幾二十幾國參加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時去看 他的這一個步調其實是很緩慢 跟外界看的不一樣 以為說哇聯合演習 呈現的好像都是一般畫面上看到 美軍的航母帶頭 然後兩棲突擊艦 各國的巨逐艦全部環繞在旁邊 然後直升機B-52或什麼飛過去 很壯觀 其實他們在做聯合演習的時候 不管是各種的操演 聯合防空等等 其實雙方都 這個一步一步在走 你的位置在哪裡 火力協調如何分配 然後這些同樣我們先前講的 這個指揮管制的問題 情報要如何分享 這個都是非常細節的問題 所以台灣跟美國之間 有沒有可能 這個未來聯合軍演 當然可能 那當然現在就是要把 這些條件先具備 所以美國為什麼 有特戰教官來台灣協訓 其實我覺得在漢光演習 他們就出現在裡面 其實某個程度 是小部隊的聯合軍演 台灣也派聯兵營到美國去 那人數比較多 也參加他們的這個相關的 也是聯合軍演 所以這其實一步一步 都在做準備 那主要 我認為主要是政治情勢 那未來會如何走 我的個人判斷是 因為雙方聯合軍演 確實來講是深水區 也非常的敏感 因為它不是只有單純軍演 是更重要的是 跟政治有關係 那你看美國派 這個特戰教官來台灣 這個北京就已經跳腳成這樣 不斷大動作又為何台灣 如果雙方真的公開的聯合軍演 那對這個北京來講 它當然會視為一個挑釁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認為 華府的策略一向是軍力平衡 那就是說中國往台灣逼近一步 我認為美國也會往台灣接近一步 雙方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呈現 不管美國過去對台軍售 只要共軍的武器往上升一級 那你看美國出售給台灣的武器 也會升一級 用來作為抗衡 作為平衡 然後作為一個嚇阻之用 所以這樣的一個聯合演習 我認為什麼時間可能會出現 如果中國在更進一步逼近台灣 譬如說軍事上 譬如說它壓到24海里 或者是直接逼近你十二海里 零海領空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覺得美國 不無可能會出手 直接就用跟台灣聯合軍演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呈現說 不排除未來雙方可能聯合作戰 所以聯合軍演本身雖然是 軍事上面的一個行動跟失誤 但是背後我認為華府 也把它視為一個政治上 政策的工具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美國國會這次幾年的 國防授權法 其實都關於對台美聯合軍演 甚至說聯合作戰的那些東西 它都有很多的授權跟鼓勵跟希望 所以看起來就是 它都先做好準備 然後隨時需要的時候 對 把整個條件跟環境都鋪陳好 那萬事具備指倩東風 那我認為美台聯合軍演要恢復 因為特別是因為美台之間 還沒有外交上邦交的關係 過去對美國來講當然比較特殊 但是這也不是沒有突破的可能 因為台美之間沒有邦交 它同樣通過FMF這一個軍事融資貸款 是首例給你 那都可能有會打破冠例的情況 所以未來縱然雙方沒有邦交 不過這樣的一個敏感的軍事行動 我認為這個決策層次 恐怕都已經不是在五角大下 所以你剛剛說國會授權給他 其實連續很多年的NDA 我們都看到類似的法案 那表示國會支持 但是行政權在這個華府 這一個白宮的手上 那這可能不只五角大下 就能敲定可能都還要承報 譬如說這個總統 那總統同意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能就可以來逐步施行 我感覺好像畫龍眼鏡一樣 我現在旁邊跟日本跟菲律賓 跟其他國家都弄好 大家都弄好 大家都OK了 台灣時事需要的時候就出來了 這個就叫戰略 戰略就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鋪陳好 其實跟下棋一樣 那小的這些行動是算戰術 那我戰略的格局都打造好 接下來就是我戰術行動 一步一步放進去之後 那這當然這些動作 也都是在給北京看 就是說同樣的這樣的一個工具 它的目的 不是只有我們看到船間炮利 這些航母在台海周邊出現 而是這些整個戰略局勢的鋪陳 也在警告北京 不要進一步來進犯台灣 因為聯合軍演的時候 其實高度暗示 我就會寫訪了 是 沒錯 好的 我們要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國的這個金融系統 是不是可能要出問題了 因為中共國務院 傳出要打算修改保險法 這是否意味著保險業 有可能出現暴雷破產不保險 中國的財新週刊 3月19號的封面文章 羅列了近幾年的 中國保險業的風險事件 也指出中共正在修改保險法 那保險產品不再剛兌換 新增了一個條款 這是草案 提出如果被接管的保險公司 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或者依法進行保險業務轉讓的 經過國務院的批准 可以對保險合約進行 中共所謂的合理變更 它的合理我們不知道怎麼合理 請教樊老師怎麼看 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能夠解決問題嗎 是這個樣子 這個消息聽起來不是很重要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消息 那為什麼很重要呢 原來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公司行號要跟倒閉 跟金融單位倒閉 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這個商家 你如果倒閉的時候 你會倒閉的就是你的股東 或者是你的銀行 借你的錢的銀行的債權人 那一般我們有破產法 一個公司如果倒閉了 我們就按照破產法來清算 然後就按照這個求償的順序 去求償 可是金融單位 包括保險 包括銀行 如果破產的時候 它有一個面臨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有存戶 或者是保護的問題 還有槓桿的問題 對 還有槓桿的問題 那這些存戶保護的 這個信用怎麼樣去保障的問題 那所以在金融界的這個 金融單位如果有面臨 譬如資不抵债 或是面臨倒閉的風險的時候 一般的處理方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政府會出面做保險 像各種大多數的國家 都有這樣的一個政府的保險單位 譬如說假設你的銀行倒閉了 你會有一個譬如說25萬 可以去可以得到這個保險 可以得最少25萬可以拿回來 那麼另外一種就是 這個另外一個金融單位 可以把它承接下來 那所有的保護 所有的保護 或者說譬如說保險業 或是所有存戶你的存款 都可以獲得新的公司的 這個承接過去得到保障 所以在金融業的這個 處理這個資不抵债 或者是倒閉的規定裡面 就是以保護存戶的 你的這個你的 權益最優先 權益保險是最優先的 台灣之前發生過 也是處理的其實處理得很好 是是是 那這個設計是有道理的 這個設計就是要讓 這個金融界的信用 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這樣子大家在做存款 在做保險的時候 他才有足夠的信心 一張保單一個家庭 是是是 所以這就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體系要這樣設計的一個原因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所謂的 鋼兌換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你不管是你存活 還保護 當銀行或保險公司 出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的 這鋼兌換就是這種概念 那這個做法呢 這個平時是OK的 可是那為什麼現在要修法 現在有修法的這個需求 現在修法的需求就是說 原因是因為整個保險業呢 現在有集體的風險 有系統性的風險出現 那譬如說去年的整個 中國的保險業是虧損非常嚴重的 那那個就是它的這個利潤下降 非常的厲害 那而且呢 這個今年還被這個當局強制 要投入大量的資金 可能超過50%的基金 要投入在股市裡面去救市 還有沒有在其他的資本市場 去救市我就不清楚 但是呢 這就使得保險公司的營運 這更加的困難 要掏空而已啊 是沒有錯 就是說這也是割韭菜啦 那麼好 那割韭菜現在就過去呢 還在背後割一個 現在是直接割在那個 這個你的眼前 就是說直接要修法 那修法這個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銀行面臨 這個保險公司 一面臨資不抵债 或是有這個 這個債務違約啊等等風險 出現的時候怎麼辦呢 竟然可以去修改保單的內容 就原來這個保單上 給你所有的這個承諾 還有各種保障呢 可以修改 當然他沒有說要修改成什麼樣子 可是他把這個門打開了之後 就等於說你原來所有的保障 都現在都沒有 而且中共的合理兩個字 跟國外的合理兩個字差很大 是是是 就是說我們認為合理 在他們那個概念裡面呢 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昏招 就是說你要去承接這個 你要透過修改保單這樣的 把原來的保單可以任意修改 這樣的方式 就是去減緩中國保險業的風險 這個的確就是用 毀掉整個保險金融的信用 這樣的一種方式 來去拯救目前保險業的危機 好 那個這件事情 這件事有兩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需要理解 第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就像外界現在很多人在盛傳 就是說中國經濟是不是下行 已經到了谷底了 那現在是進場的好消息 如果現在是這個進場的好時機的話 如果這個風險已經不存在的話 怎麼會有這個修法去拯救 用這麼極端的方法 去拯救保險業的危機的需求 顯然保險業的危機非常之嚴重 很可能比帳面上大家所理解 看得到的還要更嚴重 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們需要這個 我們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慢慢的可以歸結出 從這件事情也看得出來 中共處理這個經濟危機的時候 事實上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維穩壓倒一切 就是穩定是壓倒一切 就是這個 所以有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救火 哪裡有火哪裡去撲滅 這是完全沒有章法的一個 完全沒有一個結構性 一個策略性的一種安排的做法 我們看得到 譬如說年初的救世等等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一個措施 已經做出來了 第二個是犧牲私營部門 保全公共部門 那我們也看得到 譬如說這個QE並不會做 但是呢就會去買地方債 為什麼呢 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務 已經沒有辦法收拾了 那為了保存地方債 那我們也看得到就是說 那個民間部門面臨問題的時候 政府並不會真的去救它 那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做法 另外一個是用短線換長線 這樣的做法 不惜破壞遊戲規則 不惜破壞金融業的基石 也就是說這個金融業最重要的就是信用 不惜破壞這樣的一個信用的 一個金融業發展的一個基礎呢 來去拯救目前的危機 我們看得到就非常這個短視的做法 都這個中共好不猶豫地去採取 而且它可能會衝擊到 整個社會的這個保險制度 還有社會的信用跟社會的安定 所以未來的話 可能跟其他的民變可能都會誘發 是 沒有錯 就是說現在當然這個修法還沒有完成 還在這個擬定當中 但是最後修出來的結果 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當然也不知道 不過這的確如果它真的採取這樣的做法 就形容殺機取軟 而且我們就看得出來 這其實不是單一事件 我們看得出來 譬如說中共各種介入民間的交易 各種民間部門的這種很強制很暴力的行為 過去兩年三年我們看到非常多的例子 這些都是破壞遊戲規則的 我們大家知道一個好的經濟體 它必須是在法律上給私人財產 還有契約有充分保障 這是一個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經濟 尤其是長期經濟成長最重要的一個環境 那這樣的環境我們發現 中共不斷地在破壞它 那這樣的破壞事實上不只是短期達不到 拯救中國經濟危機的一個效果 長期更代表為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 每日透過外媒在放風要升級 每日安保前 現在日本內閣已經宣布要升級 16座機場和港口 包括強化了幾個距離台灣比較近的 島嶼的作戰能力 而且連沖繩都首度部署了反艦飛彈簾 那之前有很多電子戰部隊 所以汪請教 吳大哥你怎麼看 就是這些安排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之前 菲律賓這兩年給美軍9座基地 所以看起來一北一南 他們在做什麼規劃 對 其實剛剛主持人 我也跟你聊到就是說 日本未來自衛隊是不是台海有事 日本就有事 日本自衛隊就會出動 那我認為說 其實我們不用去多想 日本自衛隊會不會出動 當然自我防衛當然一定會的 那如果說以現在中國 希望這一個用全面包夾 或者併吞台灣的方式來入侵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 其實華府很多的兵推 都把日本包含像沖繩基地 西南諸島都會遭受到共軍的攻擊 他因為他要用促然突襲的方式 那本來想用這樣的方式 讓日本警告他不要出手 不過實際上如果我們剛才談的 就是說日本今天如果遭遇到 武力攻擊事態 他一定要還擊 這是他的國安保的戰略 那一定要還擊 如果今天沖繩跟西南諸島被攻擊 日本當然第一個優先自保 那接下來會不會出動自衛隊 是另外一個層面的事 那不過我談到這裡 他在自保的過程中 其實這樣的一個地理環境 離台灣非常的接近 就是說他自保的過程中 其實他也就捲入整個台海戰爭 因為包含像雲娜國島 在台灣東面的雲娜國島 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那我們知道現在的很多武器的火力射程 其實都不只100公里 海空的飛彈其實都很可能 直接會射入到這個戰場裡面 換句話說我們其實觀察 就是說如果日本他這個真的派兵 不管他海空兵力出來 是不是跟美國之間的協調 他如果可以確保他的西南諸島的安全 其實某個程度我認為 就是在幫助台灣 確保台灣東部海空域的安全 您剛剛提到這個我就想到就是說 之前共軍他不斷地一直在演練 就是繞過台灣的東半 看在我們眼裡 他會覺得想要從後面突襲我們 看在日本眼裡 他會覺得你可能想要奪取 我的西南島嶼來包圍台灣 就如同前年那個八月對台軍演 打了這個導彈 那本來是要威脅台灣 但是調到日本的這個EZ經濟海域 對日本來講 你就是在我家門口威脅我 你就是故意的 所以其實你看上個星期 還有另外一個海空的一個 對台挑釁的事件就是說 當天其實共機從台灣海的 熄滅一路到西南 甚至派了一架共機繞到東南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 日本防衛省發布的圖 他同時派了這一個運9 還有無人機直接無針7 繞出這個宮古海峽 然後到台灣的東部 其實這個部分 你把兩張圖拼湊起來 就是把台灣第一個環繞一圈 但是他把日本的西南諸島 包含像宮古島 雲納國島 石原島 西表島全部圍進去 換句話說 今天如果台海有事 以共軍的模擬的假想 奪台的劇本來講 這些範圍完全就要他打擊 他拿下這些日本的小島 就來對抗台灣跟對抗沖繩的美軍 沒錯 他的目的就是說 這一個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 因為那個據點 如果譬如說這個宮古島或石原島 他拿下來的話 他就可以控宮古海峽 控宮古海峽 他的海空兵力可以持續從東面 繞到台灣的後門 如果今天拿不下來 反過來說 日本跟美國固守這個地方 宮古海峽就被封鎖 被封鎖 他的海空兵力是出不來的 那他只能從哪裡 台灣的南面 台灣南面的巴士海峽 那這同樣的 為什麼先前美飛在巴丹島 巴丹島剛才在巴士海峽的中間 遏制這個海峽口 如果在這裡部署反艦飛彈 同樣中國的艦隊 海空兵力也同樣出不來 所以這兩個地方 如果被封鎖 台灣的東面 基本上共軍是沒有辦法 直接威脅 當然台灣我們自己東部 也有這一個包含 像空軍F-16V 或者是說各式的反艦飛彈 都有部署 我們有自己的防衛能力 但是如果日本強化 它的西南諸島的 這一個部署跟固守來講 對於台灣東面的 這一個共軍威脅 當然相對來講就減輕 主流夾擊啦 沒錯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基本上日本 它如果可以確保西南諸島 就是同樣的一體兩面 就是在確保台灣的東面海空 當然是要靠我們自己 但是它也幫了忙 所以日本顧好 它自己的西南諸島 就是幫台灣的忙 所以從這個概念來看 那它最近 史蒂佑做這個所謂特殊設施 那包含像機場跟港口 中間我觀察 當然港口的部分比較特殊 它主要聚集在這個北海道 有幾個港口 那北海道的部分 主要跟中國當然也有關係 因為前兩年這個中俄聯合艦隊 不斷的繞 從這個北海道 不管是中古海峽 或京青海峽這樣穿出去 所以它那邊海上的兵力 也必須要強化 同樣南面的部分 港口離台灣最近的就是石原島 而石原島最近非常的紅 它不是只有度假勝地而已 因為包含像共機共界 就直接繞到這個石原島 而且共進還在那裡 直接在海上停留了半個月之久 那美軍的這一個 伯克吉神盾艦培拉塔號 先前也訪問石原島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已經是美中之間 角力的一個重要據點 那再加上日本自衛隊 最新也在上面部署了 要兩次的這個反艦飛彈 它的射程可以到200公里 那如果宮古島先前已經部署了 雙方兩方都200公里 射程的反艦飛彈 把宮古海峽整個涵蓋 就是一個可以風水到夾擊的 一個態勢 那對中國軍艦來講 這一條水路 它要走就非常的危險 那除此之外 還有往西走的話 就是這一個雲納國島 雲納國島它部署了電戰部隊 但我認為未來反艦飛彈 也會上去 而且雲納國島第一個 離台灣非常的近 它重要性 其實重要到敏感到 連印太司令阿基林 如果一上任 馬上就跟這個日本的 這個聯合幕僚長 就是他們參謀總長 直接登島去視察 那看看那個據點 它的地理位置 那個等於說在那裡 如果未來 包含像剛剛講的 冰海作戰團 美軍冰海作戰團 如果戰時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順利進駐 就可以在那個地方 掌控整個共軍在台海周邊的動態 那同樣的就如同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它的任務就是要傳輸 這個情報 情資 那給把這個重要的 共軍的不管是艦艇 或者空中目標 直接提供給後方的美軍 來進行打擊 所以這一套 整個地理上面的連結 確實如同過去 這個日本前首相安倍講的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地理上面如此的親近 其實是脫離不了關係 另外還有往北走的話 就是在沖繩的本島 它也要擴建機場 擴建機場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說基本上 日本也認為說 非常有可能在這一個 如果今天台海有事的情況之下 共軍不無可能用導彈來襲擊 沖繩的加首納基地這些 所以它的機場 它把主婦跑道 增加跑道的這一個數量 同時也把跑道可能拉長 那拉長的話 未來基本上第一個 它要做抗炸 或者是說譬如說跑道搶修 這些都在進行 那主要當然也是防範 這一個沖繩遭到攻擊 另外還有好幾座機場 都集中在日本的南面的九州 那九州這個地方 包含像宮崎機場這些 其實也都離這個新南珠島很近 這個部分就作為備源 就未來它的過去來講 本來日本的空置 它主力是放在北海道 為什麼 因為它要擔心俄羅斯 這一頭北極熊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因為 這個北方的問題 那雙方發生衝突 但是現在看得出來 整個重兵都往南移 那所以這些硬體的設施 的這一個配套做法 都逐步在進行 也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它整個戰略中心的轉變 其實就是轉移到台海 所以只要共軍呢 拿不下台灣的東部 或是包夾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拿下台灣 其實本來要拿下台灣 就算從西面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 要渡過海峽 那雖然先前這個印太司令 阿基里如果談到說 這個2027 那習近平下令說 共軍要準備好 那能夠犯台的這個能力 不過當時我覺得 阿基里如果這一席話 因為他在國會講的 主要是要強調的是說 台日甚至美國 甚至菲律賓都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今天你如果可以做好 這個戰略上的防禦 讓北京認為說 沒有辦法侵犯 或者是犯台會失敗的情況之下 他就不敢輕舉妄動 那阿基里如果他說 他會做好準備 被我認為主要是 從這個面向來解讀 所以他後面也談到說 所以美軍在關島這些基地 印太地方這些都必須要增加預算 強化他的軍力 特別是關島上面的防衛 關島作為支援台海的第一線 那這個地方如果被共軍給威脅 或者是發揮不了 他這個備援的戰力的話 就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台海作戰 那美軍上面的優勢 問他再追問你 就是日本跟菲律賓 像有這麼多的基地 曾經有人猜測說 真的開戰或什麼緊急狀況的時候 台灣的軍隊 空軍或一些主戰力 有沒有可能先到日本 我覺得有點像相互准路一樣 其實這也不用猜測 就我的了解過去早期 雙方是有這樣的默契 您是說在協防 以前那個台美合作協防的事情 可能之後都還有 都還有 因為應該這樣講 這沒有公開 那這是一個雙方的一個私底下 不能講默契或者協議 就是說曾經應該都是 觸談過這個問題 其實台飛之間雖然過去曾經 因為漁權有所爭議 不過其實雙方的軍方關係非常好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今天譬如說 有立委要去太平島視察 搭C13洞的運輸機要到太平島 其實這中間要飛越 這個菲律賓的飛越行情報局 他要同意 過去為什麼我們的C13洞 持續的運輸都沒有問題 因為雙方在這個上面是有默契的 他等於說他也這一個讓台灣的軍方方便 同樣的過去其實菲律賓很想跟台灣採購 包含像我們舊的這個兩氣電路車 AAV5型 那這一個比較舊的本來要泰換 給他去做這個內部 不管掃除這些恐怖分子之用 甚至譬如說我們F5泰除 本來菲律賓也想買 不過後來可能是美方並沒有贊成 本來雙方是有這樣緊密的關係 然後出售給他們的F5 換取台灣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們的空軍在作戰的時候 能夠有地方可以轉場 直接飛到菲律賓北部的空軍基地 那現在當然美國開始 在這個菲律賓使用9個基地 當然你看他直接出錢 幫他整件空軍基地 譬如說他這個旅宋島 有一個叫巴薩空軍基地 這整件好其實離台灣距離 也非常近大概400公里 其實比這個從沖繩飛到台灣 這個美軍的戰機還要近 那沖繩到台灣大概還要900公里 那從400公里這樣子 對台灣的整個空中的 這些掩護的能力 當然是大幅的提升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不只美日 美飛也非常重要 甚至比美日過去 因為基本上美日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一個默契 現在美飛進一步 其實合作升級的空間很高 我觀察美飛如果真的 啟動共同防疫條約裡面 相關的這個要求 其實未來美軍重返 這個菲律賓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為本來美國就在 這個菲律賓駐軍非常久 1990年代才陸續撤出 蘇比克灣或者是空軍克拉克的機場 這兩個美軍本來過去遠東最大的基地 那美軍當然有機會 如果可以重返或進入到這兩個基地 其實中國在南海我認為就沒得玩 那根本不要想說還想威脅台海 所以台灣這個以前可能是隱形盟友 現在正是浮上台面了 而節目最後我們請兩位各用一分鐘 總結現在討論 班老師 是 我們從今天的討論中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我們最近聽到了非常多的聲音 就是說中國的這個資本市場 或者經濟危機 是不是已經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已經到了谷底了 然後現在是進場 這個中國的一個好機會 我們都發現 這個中共當局不斷釋放各種的消息 包括是不是要採取QE 或者是說歡迎外資來中國投資 中國是一個安全的一個長期投資 一個好環境 中國經濟成長的前景可期 等等這樣的聲音盛銷成上 可是我們從種種的這種跡象顯示 包括中國保險業的危機 事實上現在是越演越烈 都要透過去這個修法 要修改個人保單 以及大量的挪用保險基金 去投入救世 各種這種救世的行為的 這樣的一個決策中 我們發現了事實上中國 不管是金融危機 還有債務危機 還有其他各方面的這種經濟的問題 都還在不斷的下行的過程中 而且還越來越 甚至於可能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所以我個人的判斷是 中國的經濟距離落底 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吳老師 好 我們觀察在這個520之前 當然可能中國還是會對台 做一些特別對台灣的新任總統賴清德 政治上面的一個施壓 所以我們觀察到這個華府 當然也密切在注意這個情勢發展 所以看到拜登跟習近平在5個月 這個等於11月他APEF會議之後 首度通話 那我們看到這個華府也高度的關切 那這個動作無非也就是在示警 就是說美方是全力在關注整個台海的安全 那希望共軍不要做這個過激的動作 不過整體上如果從習近平在這個 雙方通話的回應裡面也談到 這個有關這個所謂他這口中 所謂這些台獨的這些所謂行動來講 不會不管這些 我們研判非常有可能確實在520之前 還是有可能會有類似大規模的演習 但是我認為我們自己 國人或者是國軍也不用太過於緊張 因為我們確實看到 台灣的確是美中在角力之中 一個重要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台灣自己顧手好 基本上來講我認為 第一個中國威脅不了台灣 第二個我認為美方對台灣 甚至周邊你看到最近構築到美日飛 這麼多的一個同盟 北約同盟甚至整個架構 都已經成形之後 就可以了解到台灣的地理 跟戰略位置價值有多重要 好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也歡迎大家到新平台 乾淨世界來訂閱 到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感謝大家 新聞大破解的觀眾們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 那我們在YouTube上 成立了一個新的子頻道 叫新聞大破解隨選 我們把相關的精彩片段 都匯集在一起 來方便大家分享給朋友們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到此頻道 來按讚 訂閱 以及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另外我們在一個新平台 叫做乾淨世界 有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我這裡要特別跟大家推薦 乾淨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許多人很重視隱私 而且沒有暴力色情等等 很適合合家觀看 所以也鼓勵大家 到乾淨世界來訂閱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還有相關的APP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 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 多謝 快點 谢谢大家